是地铁系统经历一个暴力周末 48小时内至少有7名乘客成为袭击目标 其中6人遭到人身攻击 事件均发生于周一凌晨 于12点30分左右 一名男子在布鲁克林皇冠高地 弗兰克林大道站内 注意到嫌疑人格里菲斯盯着他 当男子问及原因后 格里菲斯从外套掏出一把斧头向他挥舞 男子设法避开 站内驻守警察其后在现场逮捕了格里菲斯 他被指控企图袭击威胁和非法持有武器 另一宗事件发生于布朗市凌晨2点30分左右 一名女子在地铁车厢上因无视一名 似乎是无家可归的男子后 被该名男子用一根金属杆打脸部 女子下车之后拒绝就医 男嫌则留在地铁上 仍逍遥法外 同一时间在曼哈顿 一名22岁的男子在时报广场地铁站内 被四名男子接近 他脸部被打 手机被偷 另有多宗事件发生于周六日 包括一名老人在拉斐特站被无端袭击 脸部被打 一名男子于地铁内被砍伤 一名女子在范西克伦大道被随机袭击 腹部被刺三刀 另有两名男子在曼哈顿上乘地铁站被砍伤 就在地铁站内发生多宗袭击案之际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自市长亚当斯执政以来 首个月纽约市警发出的船票 比他上任前一个月要多 但是地铁犯罪率同时也在飙升 根据纽约邮报和市警和MTA的数据分析 尽管由于Omicron变种病毒 导致乘客人数明显减少 但1月份地铁的重罪案 与12月份相比略有增加 数据显示 每100万乘客的重罪数字 从12月的2.46上升到1月的3.11 两个数字都远远超过纽约市警 在2020年1月报告的1.88 市警交通局长威尔克斯日前表示 在亚当斯执政的第一个月 纽约市警发出的地铁船票和逮捕人数 均有所增加 分别上涨20%及45% 亚当斯与州长霍楚上周五公布一项新的打击行动 以整治全市地铁系统的安全 包括增加护士和其他专业人员 以减少地铁内的无家可归者 并为他们提供支持 该计划于今天起正式展开 几天前刚参加由州长霍楚和希拉里·克林顿 组成的纽约州民主党大会的副州长班哲明 周日传出新冠检测呈阳性 班哲明周日晚上在推文中表示 我今天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我已经打了疫苗 精神很好 只出现轻微的症状 班哲明星期四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他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 自己没有戴口罩登台的视频 推特照片显示 他和霍楚稍后在舞台上首牵手 确认民主党提名他们竞选连任 当时两人都没有戴口罩 之后 没有戴口罩的班哲明 持续在曼哈顿时代广场 喜来灯酒店举行的大会向人们打招呼 其中一些人还拥抱了他 当天 数百位与会者约有一半戴了口罩 该活动要求 参加者完全接种疫苗 但没有强制要求戴口罩 纽约市建议人们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 无论是否已经接种新冠疫苗 不过 纽约州在室内对接种过疫苗的人的 口罩指南尚不清楚 班哲明表示 幸好他的妻子与女儿检测呈阴性 他将在家中隔离数天之后再重新进行新冠检测 州长霍处昨晚表示 州官员正在评估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中的网络安全漏洞和基础设施 包括与内阁官员就准备工作进行讨论 此举论是在总统拜登日前警告 俄罗斯可能在短期内入侵乌克兰之际进行 华府宣布的制裁可能会导致反击 例如俄罗斯获其支持资产的网络攻击 霍处称 纽约州拥有多个行业的总部 包括金融 医疗保健 能源和交通 均可能受到影响 他表示 确保纽约人安全是他的首要任务 当局将继续保持警惕 继续监控威胁 并在必要时加强网络安全防护 霍处同时提醒纽约人应该注意 个人设备很容易受到网络攻击 他鼓励大众在设置密码和验证时 使用最佳实践的做法 并确保年长者免受诈骗 政府 学区和企业很容易受到网络攻击 包括黑客入侵并冻结系统 或持有信息以换取金钱 霍处强调将继续审查网络风险管理准备情况 并与相关行业沟通 以确保尽快传递威胁情报 获处此前在预算计划中提出6200万元的网络安全条款 如果获得批准 该方面上的支出与去年相比将增加一倍